说自己丑人应该得很帅 大家好 我是丑哥 今天咱们来说一部大学生去湖边度假 一个个成为鲨鱼盘中餐的故事 场面有点血腥 废话不多说 大家把我自食拿瓜子 电影马上开始 话说这是2002年美国的夏天 比以往的时候更热了一些 咱们的主角们是同一个宿舍的好哥们 分别是学霸好运哥 练体育的黑子 喜欢戴帽子的瘦子 和总觉得自己最帅的自恋哥 这一天 黑子考了好成绩 他女朋友黑妹非常的高兴 作为奖励 就让黑子带她的好哥们一起去短发妹的老家去度假 短发妹的老家有一个风景秀丽的沿水湖 他们可以开快艇去湖中心尽情玩水 这个把好运哥几个人高兴坏了 短发妹本就是学校里的笑话 正好趁这个机会一亲方泽 而短发妹还叫上了自己的好闺蜜长发妹 第二天 一群人开车就到了短发妹的老家 刚一下车 黑妹就被一个酒鬼给挑戏了 黑子当然不能忍 就要上去揍他 但短发妹老家的前男友却碰出来插一脚 想跟黑子过过招 幸好短发妹及时赶到 才震住了前男友 说了几句没营养的话之后 短发妹带着几人开快艇去了湖中心小岛的别墅 到了地儿之后 几个小青年就玩开了 不得不说 黑子玩花板的技术是真不错 各种高难度动作玩得非浅 就在几人玩得正嗨的时候 黑子却一个跟头在进了水里 等他爬上岸的时候 已经断了一个手臂 这个把其他人吓得够呛 一转脸才发现湖里竟然有鲨鱼 几个人手忙脚乱 有的给黑子吃鞋 有的赶紧打电话 但是此时电话必须没信号 这个时候 学霸好运哥二话不说 就跳进了湖里 去找黑子的断臂 费了一番功夫总算找到了 但是好运哥也差点被鲨鱼给劫了过 黑妹一看 自个男朋友血是哗哗的流 赶紧让短发妹开快艇送黑子去医院 但是船刚刚出去没多远 竟然撞到了一条大鲨鱼 黑妹一个没坐稳就掉进了水里 没撑几个回合就领了喝饭 眼瞅着就要撞房子了 好运哥和短发妹拖着黑子就跳了船 一声爆炸 直接把留在岛上的长发妹三人吓得一机灵 黑妹一死长发妹就慌了 埋怨短发妹狐狸有鲨鱼还带他们来 短发妹也是非常自责 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狐狸竟然会有鲨鱼 这次电话没信号船也被炸了 黑子的伤势又不能拖 几人只能先发信号弹 希望有人能看到 转眼就到了晚上 自恋哥开了几枪 终于吸引来了一艘渔船 走近一看 原来是白天差点跟黑子干起来的 酒鬼和短发妹的前男友 这俩小子一听狐狸有鲨鱼 却根本没有吃惊 反而一脸的淡定 由于黑子伤势太严重 不能再颠簸 好运哥就拜托前男友两人 去请求直升机救援 前男友点头答应刚想走 长发妹就跟了上去 也要走 后子担心酒鬼会对长发妹心怀不轨 于是也跟着坐船离开 那边几人刚走没多久 黑子竟然醒了 得知自己女朋友进了鲨鱼的肚子 有情有义的黑子立马骑乡下水 要为黑妹报仇 好运哥拦都拦不住 最后黑子引来鲨鱼 好运哥一看黑子利有不待 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 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竟然还真把这头鲨鱼给干死了 这边两人正高兴 那边瘦子和长发妹却谈上事了 酒鬼和前男友露出了狐狸尾巴 原来狐狸的鲨鱼全是两人放进来的 足足放养了三百多条 还是不同品种的 并且在鲨鱼身上装了摄像机 专门拍摄鲨鱼吃人的镜头 卖给那些特殊癖好的观众 知道了这些 猴子和长发妹当然是活不成了 兽子被拿枪逼着跳进了狐狸 没挣扎几秒就死嚼嚼了 长发妹则进了小鲨鱼的肚子 另一边黑子因为回光反照 拼尽全力干掉了鲨鱼 眼瞅着就要领盒饭 自恋哥忍不住了 执意要骑摩托艇 带着黑子冲出去找医生 两人被鲨鱼盯上紧追不舍 黑子不愿脱离自恋哥 竟然解开了绳子 主动跳进狐狸喂了鲨鱼 但是他的情意明显没有感动鲨鱼 自恋哥最终也没能逃过此劫 现在就只剩下 还留在岛上的好运哥和短发妹二人 就在两人哭等救援的时候 还真来一位探长 但是两人刚带探长进屋 好运哥就被暗算晕了过去 短发妹想要偷袭探长 却被赶来的前男友给放倒了 随后就被前男友给关进了笼子 准备喂鲨鱼 我靠 这得被伤得多深 才会干出这么觉醒的事 分手了不能做朋友 也不至于赶尽杀绝吧 所以恋爱需谨慎且行且珍惜 千万不要伤男人的心啊 等好运哥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探长吊起来 准备丢进鲨鱼池了 但是探长错就错在太嘚瑟 结果被好运哥反手一个打火机 扔在了脚下的汽油上 探长被烧得呲牙咧嘴 摔进了鲨鱼池里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多心不义 避自避 好运哥成功脱险 但是一看短发妹还在前男友的手上 二话不说就跳进湖里游过去救人 不得不说好运哥真是命大 游了这么老远 竟然没遇到一条鲨鱼 我也是服服的 但是前男友可不是善长 最恨的就是被人威胁 结果一个飞刀就把酒鬼给解决了 好运哥反应也不差 但还是被前男友抢先一步 松开了吊龙子的链子 短发妹出不去跟着龙子一起下针 生死存亡的时候 短发妹也发飙了 缠着前男友愣是不放手 结果鲨鱼赶来一口就要了他的小命 就在大鲨鱼撞破龙子 准备向短发妹下嘴的时候 好运哥带着武器及时赶到 一枪就抱了鲨鱼的脑袋 把短发妹救上了岸 最后两人王八看对都看对了眼 过上了一言不合就去闻爱的生活 电影就结束了 看了这部电影丑哥想问 如果你是好运哥 你会不会下去就短发妹 不要犹豫 说出自己真实想法 好了 喜欢丑哥讲电影的 别忘了点关注和转发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江湖路远 咱们下期再见